15分鐘新鮮吃的時間 到了冬天很多人要開始傷腦筋了 冬天到底要吃什麼好 其實冬天除了進補之外 有時候食物的選擇 食物的料理也要按照我們這個五行的觀念 所謂五行就是你要多吃黑色的東西 黑色的東西是什麼意思 很多人可能不明白 沒關係我們今天節目現場 兩位達人給大家意見 教你怎麼在冬天吃黑色 補氣補勝這個很重要好不好 首先邀請到是我們最甜美的養生料理達人 歡迎張慈惠 慈惠老師 Windy好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另外我們通常都稱他是台灣的農產達人 他自己很謙虛的說 只是個種田的啦 種田的老師 吳瑞舟吳老師 觀眾朋友大家好 主持人好 今天吳老師先跟我們分享一下 為什麼說冬天要吃黑色的東西 其實在五行來說 黑色的話對我們人體是最好的 譬如說一黑黑色是最前面的 然後在冬天的話我們要收什麼 長 我們常講一句話 秋收冬長 對 沒有錯 冬天的話就是要把氣長住 長住的話要多吃一些高營養 比較滋補的 可是又不能上昏 不能上昏 這很重要 這很重要 所以現在黑色食物的話 舉盤像什麼 黑棗啦 黑紫米啦 黑糖啦 像最近最夯的咖啡其實也算是 有個黑 然後顏色是黑的 四度的咖啡也不錯 然後譬如像我們的黑膜 其實都很棒 都很棒 好 今天慈惠姐跟吳老師 其實兩個人呢 要來跟我們做的是這個養生的甜品 有沒有覺得很棒 就是冬天吃不一定說要吃得很燥熱 甜品也可以讓你心情很好 慈惠姐要教我們做這個我沒有吃過 我非常期待 咖啡酒釀提拉米蘇 我們今天做的提拉米蘇 是真正義大利式的 它是真正用咖啡酒 我們台製的咖啡酒下去製造出來的 OK 慈惠姐 現在就是有這個烹飪教室開班 所以越來越多這個甜點 未來可能會在我們節目上跟大家分享 好 我們程序上面要怎麼做呢 我們就先把蛋 先把它做簡單的殺菌 要先殺菌一下 那主要的香氣當然就是奶油 就是我們的咖啡酒 咖啡酒 對 那我們今天就用我們家裡 就是我們一般超市就買得到的簡單的餅乾 讓它去吸飽這個咖啡酒的香氣 然後再用蛋把它殺菌過後 跟我們的奶油去混合 對 那這樣就是真正的義大利式的 義大利人吃的喔 了解 好 你要請那個仲田的幫你壓碎嗎 對不對 對對 仲田的老師幫忙壓一下餅乾 餅乾壓碎 對 可以嗎 媽媽妳都會緊張 因為拿鋤頭 第一次拿餅乾壓碎 拿鋤頭跟拿鋤具是不一樣的 對 我們今天就準備了兩顆的蛋黃 先倒下去加熱 對 兩顆蛋黃 它用加熱嗎 可以 可以給老師 對 消消火就好 蛋黃加熱這個程序就是主要為了殺菌 它只是就在殺菌 消消火就好了 消消火 對 然後我們把砂糖加進去 砂糖加進去 對 其實我們可以把鍋子稍微有點偏這樣子 不要讓它完全整個平面去接觸 對 然後稍微把它殺菌一下 蜘蛛姐幫我們偏外面 這樣觀眾不要看得到 就是怎麼樣去出閉這個程序 對 就是砂糖跟蛋混合 是 仲田老師 你餅乾壓好了嗎 壓好了 壓好了 丟下去嗎 對 好 直接就放 老師再幫我放到這邊來 餅乾放下去 對 準備一個這樣子的碗就對了 前盤碗 然後把那個餅乾壓碎之後 把它倒進去 餅乾不用很碎嗎 可以有一點點的固體 沒關係 口感會比較好是不是 是 好 妳把它用小小火就好了 妳的這個成品 我給觀眾朋友看一下 就是妳把餅乾壓到 大概這樣的碎度 對 好 就是 蜘蛛姐說 一點點的那個 對 這樣就可以 對 這樣就可以了 對 顆粒吃了一下口感 對 那我們今天就是稍微讓它有點 現在有點變淡黃色了 好 那就是糖 它已經溶解好了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是把它跟我們的 起司奶油就做一個混合 起司奶油放進去 對 那混合 我們就要稍微把它擠壓一下 其實家裡面喔 如果可以買得到那種 卡榜起司 對 卡榜起司它是比較軟的 那由於就是 就是我們今天準備的是奶油起司 它是會比較慢一點混的 但是就是 可能要出一點力氣 把它混好 這樣也剛好可以練一下 叫蝴蝶秀是不是 對… 蝴蝶秀太大的話可以受 很重要 所以吳老師我們講說 今天這個所謂的 冬季黑色料理啊 這個提拉米酥它的黑 就是在於咖啡酒那樣的部分 對 沒有錯喔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我們蝴蝴老師來自己鼓坑 咖啡盛產之處 對 所以喔 它的咖啡絕對是最香的 真的 所以蝴蝴老師打到 這個是我們剛剛已經混合好了 蛋黃跟奶油起司混合好 那混合好之後呢 我們就把它加入 我們已經先打好的 鮮奶油跟咖啡 之後撒可可粉 可是如果你有加一點咖啡 或者是說 像今天蝴蝴老師用的是 雲林這邊的特產 這樣加下去之後 它那個提拉米酥才會有咖啡味 就是有那個風味 有那個風味 對 好 蝴蝴老師在做的時候 我們的吳老師 今天也要為我們帶來一道 拿手料理 對 這個非常的 尤其冬天一定要吃什麼 是 要什麼 補氣 補氣 對 氣足我們人就健康了 那我們就是用什麼你知道嗎 黑色來補氣 那個紫米液氣粥 紫米液氣粥 對 所以今天吳老師就是蝴姐 顧的這個是甜點類的黑色料理 顧小孩 然後吳老師這個 紫米 甜點料理 是顧女生 對 那我們也是用黑色食物為主 來可以看一下 我今天用的是那個 紫米是黑色的 其實有紫米叫黑米 然後為了說 我們拿口感的正好 你加一半的白糯米 我這樣煮是黑色的 然後再加上一些 像我們的一些 龍眼乾 或是龍眼釀 黑糖 還有黑棗 那還有什麼 黑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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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豆是用那個 黑豆的米露水 所以它整個一樣 都是有黑色成分在裡面 有 之前吳老師有教過說 對 你黑豆米露水加進去的話 就是可以 稍微提味 沒有錯 因為其實在日本流行 黑豆養生嘛 那黑豆如果泡在米酒裡面 萃取之後 再把酒精蒸餾掉 只留下那個 那個黑豆水的話 是非常滋補的 我覺得這一鍋 完全符合吳老師講說 我們冬天要這個 冬場 黑色料理來氧氣 因為這個 黑色超多 黑糖也有 黑棗 黑豆米露水 對 然後還有黑色桂圓 那觀眾朋友回去做的時候 那個我們的植米裡面 需要用那個黑豆水去浸泡一下 要浸泡 然後微波 大概多久 對 微波大概三分鐘 然後大概 我們浸泡大概半個小時就好了 泡半小時 微波三分鐘 對 好 吳老師那一鍋下去煮 我們慈惠老師這邊的 對 這邊的話 我們剛剛壓好 老師剛剛幫我壓好的 那個餅乾穴 對 我們就把它放進去我們的 咖啡酒 就稍微有點平均 給它分佈一下 加一點 這邊的餅乾 用牛奶餅乾嗎 還是各種口味都可以 其實所有的餅乾 包括海綿蛋糕也可以 對 也是這樣 就是增加風味而已 對不對 對 增加它的香氣 對 然後讓它就是 餅乾吃起來 是有點潮濕的感覺 對 好 兩位老師既然都有帶來拿手料理 我也不能落魁 我也要跟大家介紹一個 黑色的料理 這個黑色料理呢 是吳老師教我的 他說每一個人 不管你是聰明還是笨 都可以做 不管是不是達人 是農產達人 還是這個烘焙達人 沒有關係 都不是也可以做 就是做一個這個 紅棗玫瑰養生硬 對不對 那我們其實紅棗玫瑰養生硬 非常的簡單 就是一樣準備的是黑豆米露水 有黑 黑色的料理 倒進去之後 呃 再準備一個紅棗 不是紅棗 枸杞 枸杞 直接倒下去嗎 直接倒下去嗎 對 枸杞倒下去 然後玫瑰 玫瑰 也一起倒下去 大概煮多久 一分鐘 一分鐘就好了 如果一分鐘就好了 我們就把它關掉了 好 對 我的料理完成了 謝謝大家 今天最簡單的一道料理 那接下來我們就把 剛剛已經混合好的奶油 奶油起司 跟蛋黃 我們把它加入我們這樣的盆子 加入這樣放 只要鋪在我們的餅乾上面就好了 看起來好美味喔 也非常簡單 對啊 很簡單 把它鋪平對不對 鋪平就好了 對 所以其實吳老師 我們就是冬天的時候啊 要這個氧氣 所謂的氧氣跟靜補 不太一樣的觀念 不太一樣 其實氧氣的話 就是在於說 盡可能吃一些黑色食物 但不一定是補的 溫補的 比如說像你的黑玫瑰 跟黑豆事實上 是有一點溫性 因為用煮的話是偏溫性 它不會那麼的燥熱 因為其實很多人 冬天會補過頭 然後到春天的時候 滿年的什麼豆花 那就是你吃的時候 燥熱的東西了 那因為現在生活環境 大家都好了 所以說進口就是要調節一下 好 那我的紫米粥 先煮差不多的時候 我要加入了 黑色的 什麼 的那個 元素了 黑色元素要加進去了 對 那我現場的話 就準備黑糖 黑糖的話 女孩子 要多吃一點 真的 對 因為很多女生 就是那個 生理期的時候啊 也是泡黑糖這樣子 泡黑糖水很不錯 那原本 我是要加那個 龍眼乾 那如果龍眼乾大家覺得燥熱的話 可以把龍眼乾 生的時候 就是用生的 用生的釀的 這個桂圓釀 加點進去 用桂圓釀代替龍眼乾 對 因為我這是 自己用生的龍眼去釀的 所以它比較不會那麼上滾 然後是用蒸的 這樣就好了 我老師好細心喔 對 好 以前我 以前我個性可能就是 黑豆米入水去泡那個 除了我們的紫米之外 那可能剩下我再加水對不對 但因為今天磁蝟老師來了 我要對磁蝟老師好一點 我整瓶黑豆米入水加進去 不手軟就對了 對 不手軟 自己家做的 對對對 這樣就好了 好不手軟 這樣子的話喔 它既滋補養生 可是又不會什麼 補過頭 不會上火 這很重要喔 補身喔不要補過頭 好這樣就可以 那等它 大概因為我用桃鍋 它比較蓄熱功能 對 所以等一下滾了之後把火關掉 讓那個魚肉去把它燜熟就可以了 嗯 其實 吳老師有常常跟我們講 黑豆是一個 對我們人體很好的 沒有錯 因為日本那邊常吃黑豆 就是因為它其實對 就是補氣這件事情 是非常溫和的食物 那大家很容易說 黑豆會不會說太嫩 因為黑豆本身是 如果說你直接這樣吃 是比較涼 可是如果用炒過也好 或者是浸泡在酒裡面 在萃取的話 事實上就去那個寒性了 所以吃起來 就非常溫和 非常溫和 好 智慧老師這邊呢 剛剛已經鋪盤完成了 對 最後是要灑上 灑上我們的巧克力粉 巧克力粉 對 稍微就是慢慢灑 用篩子這樣 對 這個千萬不要放太多 因為我們有試過 廣告酒場裡面很多客人來我們那邊做 他們貪便宜你知道嗎 就是覺得說一放越多越好 結果打電話來罵死了 他說怎麼那麼苦 我說那沒辦法 因為客人你有點占便宜 攤太多了 加太多巧克力粉 真的 不是越多越好 對 沒錯 灑上寶寶一次 其實可可也是 黑色食物 對 黑色食物 它就是要適量比較重要 對 好 非常漂亮 先把它鋪一下 然後鋪盤之後放冰箱就可以了 對啊 冷藏30分鐘就好了 30分鐘就可以吃了 也可以冰冷凍 冷凍也很好吃 對 對 好 那 慈惠老師的提拉米蘇完成了 那就是如果大家在家裡面跟著做 跟著學的話呢 就是放冰箱30分鐘 但當然我們慈惠老師非常的貼心 已經有準備一個現成的成品 是可以打開來享用的 好 我等這一刻已經等很久了 很久了 其實從節目一開始它就放在那 我就很想往來吃了 挖它 來吃 挖它 挖它 哇塞 耶 我覺得根本就沒有女生可以抗拒 提拉米蘇這個東西吧 好幸福喔 冬天喔 如果說全家圍在一起 再一個很棒的甜點 然後淡淡的咖啡酒的香味 哇 那很棒耶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吳老師 我都流口水了 好美味喔 都完全沒有用烤箱 也沒有用瓦斯爐 對啊 又節能 對不對 又環保 然後用我們台灣本土咖啡 來做這樣子 哇 真的很棒 因為它是入口即化耶 就是你 那個吃下去 然後整個就這樣 滑開了 而且 真的是很有咖啡香的味道 跟在外面吃 我覺得剛剛慈惠老師講 那我有靈心 就是有些人做的時候 他可能沒有加咖啡酒 或者是咖啡那個 咖啡 黑咖啡 沒有加跟有加 其實原來味道是有差的 味道是不一樣 對啊 好 吳老師的紫米粥也快要熬製完成了 那我的這個玫瑰也差不多了 等一下我們互相交換 好不好 品嘗一下囉 好不好 期待我們的成果 請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 好 好